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,青大南角门大草题上最近出现一座十公尺高巨型紫金叶艺术品,犹如展翅的蝴蝶翼,十分壮观。 原来这是西班牙知名的景艺术家诺维亚Juanjo Novella制作的公共艺术品叶子Leaf,灵感源于校内随意捡起的紫金树叶,象征人与自然本质,目前已成为学生摄影拍照打卡的新热点。 青大指出,诺维亚是知名的地境艺术家,曾在美国葡萄牙、杜拜等地艺术业指纹等镂空的纹理来创作公共艺术,他先前接受青大委托制作公共艺术品,千年冬天到校园收集创作灵感,陪同的教授捡起一片羊蹄状的紫金叶,诺维亚被这片从没见过的漂亮形状叶子撼动,就决定以它为创作主题。 青大表示,叶子从叶柄到顶端总长10公尺,倾斜树立在草原上,垂直高度8,7公尺,约二层半楼高,宽度则为7,5公尺。 材质是厚重的耐厚钢,利用最新的切割技术,在上面钻出超过1万个孔洞,整个量体虽然巨大,但因具穿透性,看来轻盈而优雅。 仅靠叶柄及叶片共三点固定在地面,结构相当特殊。 青大表示,叶子的地点靠近校园的南门,后门,大草皮上,红袖色的叶子立在一片绿意之中,双半形的叶片像颗星,又似蝴蝶展翅欲飞,日渐阳光。 穿透夜脉,形成活泼流动的光点,夜间在灯光映照下,更显风情绰约。 青大今天召开叶子节目记者会,校长贺诚宏与诺维亚兜售邀出席。 诺维亚指出,他在制作叶子时,存在生铁材质表面涂上褐色涂料,让叶子随时间推移,受气候影响,自然的做旧,半年后达到平衡,稳定,颜色看起来会更漂亮。